大家好,我是陈默 喜欢听故事的朋友 点击关注、订阅 更多精彩故事为您呈现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 扎纸匠盖房子 民国时期 有这么一个扎纸匠 叫吴三 他靠扎纸为生 整天是油嘴滑舌的 有天黄昏天降大雨 这吴三正要关门呢 突然来了一个白发老婆婆 打着一把黑伞 颤颤巍巍的 进门就说 师父 天冷了 给我扎栋大宅子 我要烧给老冤家 俩人谈好了样式 吴三笑着说 这个简单 你三天之后来取吧 三天之后 老婆婆如约而来了 一看这纸房子呀 心生不满 拿在手里边啊 就说 这一点也不见识 摇摇晃晃的 住着都不安心 接着老婆婆 左看右看 挑三拣四的 指出了不少的毛病 然后惊讶的说 这 这怎么还少了一道大梁啊 吴三拿过来一看 由于自己粗心 屋顶上果真少的一根横骨 可是呢 他就毫不在意的说 哎 没事的 这反正是给死人的东西 都是糊弄人的 又不真住 老婆婆皱起眉头了 就说道 你怎么知道不住呢 那可不行 我都一大把的年纪了 时日不多了 这房子将来 我还得住进去呢 你赶紧的给我休息啊 吴三被他缠得没办法了 随手找来了一根小竹棍 正打算糊上去呢 可是一看那小竹棍竟然蛇了 他二话没说 趁着那老婆婆不注意 悄悄的不止糊上 看上去天衣无缝的 竟然得意起来了 他假装着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说 这回总该满意了吧 老婆婆不识货啊 有点不放心的问 老好吗 放心吧 都一百年都没问题 现在啊 接着呢 老婆婆还是不放心 就说 你说的啊 出了事 我找你 说完就付了钱 急匆匆的出门了 不想啊 这事过去了几年 吴三都快忘了 有一年自己家盖新房子 他就去镇子上四处请了不少的那木匆师傅 没过多久就完工了 其中有一个老木匆 让吴三比较深刻 那木匆是个瘸子 走起路来啊 一瘸一拐的 他在左额头上有一颗红质 完工之后竟然不急着要工钱 只是笑着说 我知道你是扎指教 也会盖宅子 这几天啊 你给我扎一栋结实点的 就算是工钱吧 我这么大岁数了 早晚啊 都用得上 吴三不知何意啊 满口答应了 只当是他开玩笑 是没放在心上 一会儿过去了几个月 有天吴三在屋子里边站着 突然间这房顶上一根梁就下来了 吴三连忙的躲闪着 可是再是砸到了脚子 虽然自己逃过一劫 但是呢 他这腿却是残废 他细细的查看了一下 那根大梁才发现啊 这梁好像被人动过手脚 这中间是断的呀 难怪撑不了几个月就掉起来了 幸好整个屋子没有他 他慌里慌张的去镇上 寻找着那个瘸子目镜算账 可是怎么也找不着这个瘸子 之后这吴三就在镇子上 陆陆续续的打摊了不少人家 有一个人呢 就跟他说 你说的那个人 他左边的额头上有颗红痣吗 吴三点了点头 可是那人却疑惑不解的说 以前呢 确实住了这么一个人 他这左额头上啊 有一颗红痣 身材相貌的 也跟你说的差不多 可是他不是瘸子呀 再说 他已经死了好多年了 后来 很少再看见他和他的家人了 这怎么可能呢 该不是那人知道出事的 他不敢露面吧 你你拿一个死人来笑话我 吴三根本就不信邪啊 他愤愤的回到了家里 可事到如今呢 这吴三也好自认倒霉了 不料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荒诞的梦 他居然梦得了那个老木匠 那个木匠啊 说的 不用找了 我都死了很久了 几年前 有一个老婆婆让你扎栋宅子 你还记得吗 你居然用蛇了的木棍当大梁 结果房梁掉下来了 我的脚都给砸上了 要不我怎么会是个瘸子呢 我让你给我烧一栋房子 你言而无信 我等了很久 只能以牙还牙了 这些都是你自找的 你可不要怪我 吴三被噩梦惊醒啊 天已经大亮了 他回想起来竟然全身直冒汗 由于心里边有鬼 他也不敢怠慢 急急忙忙的去店铺 日夜赶工 扎了一栋大宅子 到了半夜完工了 他实在是太疲惫了 倒头就睡 等到第二天 鸡叫三声醒过来 那纸宅子不翼而飞了 吴三惶惶不安 突然有个邻居就跑过来 就说 你醒了 刚才有个老婆婆来取货 看你睡觉了 就没打扰你 那我告诉你也是 他说呀 他把宅子给打走了 吴三听了之后心有余悸 他才知道 昨天晚上那梦是真的 他也明白了 害人中害己的道理 从此之后啊 踏踏实实做人 认认真真 做事 好了 这就是扎纸匠 盖房子的故事 然后再说 试图